1941年9月8日 德军完成了对列宁格勒的陆地包围 由此这座苏联第二大城市便开启了 其长达872天的围城之苦 除了陆地上的围困 几乎在同一时间 德国空军也从空中对列宁格勒展开了大规模的轰炸 这座城市摇摇欲坠 但是你万万想不到 就是在这个时候12名勇士站了出来 用他们的操凡能力拯救了这座城市 听起来像是一部好莱坞电影的剧情 超级英雄拯救人类与邪恶力量之首 不过那是编剧编导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真实发生的 而且这12名勇士一点也不超级 别说超级了 他们连正常人都算不上 因为他们全部都是盲人 是的 是盲人拯救了列宁格勒 所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画面上这个东西 相信有的朋友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了 即使之前不知道 你看它的造型拆也能拆个8就不离时了吧 它学术一点的名字叫做声音定位器 通俗一点的名字则叫做战争大号 是在早期缺乏雷达的情况下 或者是雷达技术还不那么靠谱的时候 用来征听敌方飞机的装置了 当然它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还没有飞机可以听 因为那会儿还是一站 法国人和英国人发明的这个玩意儿 是用来发现德国的齐柏林飞艇的 到了二战时期 虽然雷达开始展露头角 但是战争大号的地位仍然是没有被撼动的 各个参战国都发展出了自己的听证部队 使用无花霸门的大号对着天空 不放过一丝的异样 当然苏联也有自己的听证部队 他们当然也在列宁格勒北围期间 和雷达一起担任起了防空预警的重任 他们被称之为偷听者 一开始是由特别挑选的 具有卓越听力的士兵所组成的 他们会不断旋转这些大号 将自己的耳朵紧贴上去 尝试在里面听到强度均匀 特征明显的敌迹的木屋声 然后便立即警告其他同志 随后众多探照灯的光速 就会搜索天空寻找目标 防空炮火也会进入到战斗状态 但是很不幸的是 第一批偷听者的努力成效并不理想 为什么呢 其实防空指挥部很快自己也反应了过来 因为探测敌机需要的不仅是卓越的听力 而是非凡的听力 谁才有可能具备非凡听力呢 盲人 因此到了1941年末 防空指挥部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措 让盲人参与城市的防御 调查之后他们发现 到了1942年初 列宁格勒城中只剩下300多名 有视觉障碍的人士了 其中许多人呢 是在专门的工作坊里面制作建筑物的伪装网 为军队制作手套 或者是为商员制作拖鞋等等 其他人则通过音乐组合的表演 来提高军人的士气 好 更重要的任务将要交到他们手上了 偷听者的选拔即刻开始 这将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选拔 首先女性就没有被考虑 因为这项工作需要巨大的体力和耐力 30人通过了医学评估 其中20人接受了特殊的培训课程 最终挑选出了12名听力最为出色的男性 组成了投听者 并部署到防空炮兵团 这些新商人的军队声学专家们 以前只是在为钢琴调音 或者是演奏手风琴时表现出色 但现在他们不得不承担 最为艰巨的工作负荷 并且在持续数小时的轮班中 发挥他们的特殊记忆 在城市受到炮弹袭击时 在火炮的轰鸣声中 听出飞机的嗡嗡声 不用想都知道 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工作 列宁格勒维成幸存者 作家和世人Samuel·比托沃伊 在他1974年的小说 《列宁格勒叙使歌谣》中 生动地描述了盲人偷听者的英勇事迹 他们摘下耳盖帽 戴上几乎遮住了整个脸部的皮头盔 斜靠在椅子上将扩音管 缓慢而警惕地转动着 空气中有各种各样的噪音 形成了持续的喧嚣 不时的远处的机枪声 炮弹的呼啸声 或者是爆炸地雷的沉闷声 混合在了一起 这种扫描空气的工作 通常会持续数小时 有时甚至长达一整夜 而在这所有的时间里面 扩音管必须要保持转动 偷听者们必须保持头部不动 比托沃伊写道 由于过度紧张 他们的太阳穴也开始剧烈跳动 颈椎感到僵硬 监控天空需要难以置信的努力 专注和决心 因为可疑的声音随时可能会出现 非常艰苦对不对 但是回报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这些势力受损的防御者 立刻就暂时出了他们巨大的效能 他们能够在敌方各种航空气接近前 很早就探测到他们的存在 也许在城市中看起来 一切都还是很安静的时候 偷听者们就已经警告了即将到来的危险了 他们可以辨认出逼近的德国飞机的类型和型号 有时还能够确定飞机编队的大致数量 可以说比当时的雷达靠谱多了 在整个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 由于他们的贡献成千上万的生命得到了拯救 数百个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 他们也因此在1944年列宁格勒迎来最终的解围之后 获得了许多特殊的表彰 不过你知道故事的最后是怎么结尾的吗 在陈俄扬战之后 这些超级英雄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平民职业当中 映入成烟 仿佛世外高人一样 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坐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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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